海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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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為何會專程來到海洋公園呢? 因為最近我被香港海洋公園的保育基金邀請 參加這個保育英雄支援計劃 我也成為這個計劃的 升級保育英雄 為何會有這個計劃呢? 因為我們的地球真態系統 面對不同的挑戰 氣候變化、塑膠污染、過度布囊 非法野生動物貿易 及棲息地喪失等因素 都令到生物多樣性變得越來越少 所以保育基金呢 近期就推出了保育英雄支援計劃 大家可以透過網上按一次性或者月捐的方式 去選擇你想參與的保育議題 或者喜歡的動物大使 包括小湖蒙、大象龜、班海炮 包括企鵝和兒子樹懶 支持保育基金於本地及亞洲的保育工作 今天我就來探望我所選擇的物種 Let's go Hello 你們好嗎 我就選擇了超可愛的小湖蒙 Mear Cat 因為他們有一雙黑眼圈 真的很可愛 好可愛 他們主要來自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 平時很喜歡掘地凍 亦都很喜歡站在這裡斬肝 讓我訪問一下護理員Cade 了解一下我們的生活習慣 Hello Cade Hello Jay 小湖蒙其實是群體生活的動物 他們通常會有一隻成年的湖蒙 負責放哨 就像你剛剛提過的斬肝 當小湖蒙斬肝的時候 牠們可以安心地逼食或者照顧寶寶 牠們是肉食性的動物 主要是吃一些昆蟲 蜘蛛蟹 蠍子 甚至植物 牠們都會吃 我身為星級保育英雄 我都還有一個功課 最受歡迎的三隻 最出名的是茶酒 齋啡和鴛鴦 為甚麼會叫這個名字 因為牠們三個模式 就像這幾本飲品 不要見牠們這麼可 我以為牠們不用面對生態危機 其實過去22年牠們因為氣候變化 面對很大的挑戰 非洲卡拉哈里沙漠 每天最高的溫度 正是不斷地上升 有些地區的日間溫度 甚至可以去到50度 小湖蒙通過食物 獲取大部份的水分 再通過蒸發身體的水分來降溫 當牠們暴露在熱空氣和土壤的時候 牠們就可能會迅速失去體內的水分 同意導致脫水 肌肉亦都會衰退 並且減慢了生長 有研究甚至指出 如果氣候變化持續惡化的話 有可能會導致小湖蒙絕種 除了小湖蒙受到威脅之外 其實牠的鄰居大象龜 都面對著很大的挑戰 J 有沒有興趣去探望小湖蒙的鄰居大象龜 當然有 Let's go 同樣來自非洲的阿達伯拉象龜 又會叫做大象龜 阿達伯拉象龜 其實是世界上體型第二大的陸龜 它在紅聖的鄰居長 平均可以去到1.2米 成年的體重還可以去到160至250公斤 長時間不吃東西和不飲水都可以繼續生存 阿達伯拉象龜的壽命可以去到120歲 而公園中的大妹和小妹 今年是15歲 還是很年輕的 K 我知道牠們越來越受嚴重的塑膠污染所影響 是的 J 阿達伯拉象龜 目前被列為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憑危物種紅色明綠 屬意危物種 儘管牠們居住的阿達伯拉環礁相當偏遠 但大量塑膠碎片 隨著風飄到當地並沿著環礁海岸堆積 所以牠們經常都被發現在食塑膠大餐 我知道有很多塑膠消化不到就會殘留在胃 有些甚至因為這樣而餓死 其實除了大象龜之外 有很多物種 例如雀鳥和海洋生物都面對塑膠污染危機 塑膠需要幾百年的時間才可以分解 然後成為微塑膠 微塑膠會污染食物鏈 損害野生動植物 最終也會影響我們人類的健康 所以這次保育基金都選了五個物種 作為五個環境議題的代表 讓大家去選擇和捐款支持 立即行動 讓我們一起努力保護亞洲野生生態 延續地球的未來 兩次保育基金都選擇 我們早期保護亞洲野生地 保育基金都選擇 我們來做個環境獲基金 開放 最新的基金都要選擇 吃三個環境獲基金 做好他的環境獲基金 我們來做好環境獲基金 我們來做好環境獲基金